你们的城市是否有因为疫情被管控的小区或者单元 那居民的生活物资大家是怎么采购 这由政府免费配送呢还是自己出资购买呢 大家好我是晨晨 近期呢我已经被隔离在家了 然后很无聊 我看了新闻呢浙江绍兴也爆发了疫情 每天几十个确诊病例 正好我的朋友在绍兴 然后我就马上发信息关心他一下 我说你赶紧把自己家准备一点存粮或者蔬菜 然后给父母家也买一点 别以备不时之需 别万一有什么确诊病例或者是密切接触者 到时候再把你们小区给封了 就像我一样现在困在家里 然后我朋友非常淡定告诉我 不用 我说为啥不用啊 他说我们政府给免费配送 我说真的假的 怎么还有这种好事 免费配送 啥标准 于是他就给我发了几张图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俩的聊天记录 再看一下几张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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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到没有 有鸡有鱼有肉有菜有水果 两天配送一次150元的标准 我看了这图我都要铁平了 同事隔离人 为啥相差这么大呢 朋友说我们就是白给羊 所以我不用准备 我说好吧 那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现在只有羡慕的份了 所以我今天觉得这个事对于我来说 我都惊掉了下巴了 这个对于我这种隔离人来说 这个是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我这个下巴 我从早上一直到现在 我这好不容易才扶上来的 我都连听都没听过 竟然还有这种事 我也有在外地的朋友 新疆的朋友 在去年疫情隔离的时候 他们就是社区分菜包 有30元50元的 但是就是也没有说免费配送的 然后其他的城市 我连听都没听过 就是这个这种新闻 我没听过 然后他们的朋友圈 就是感谢那个 感谢今天收到黄粮 就是感谢政府 真的还是有好的省份的 我今天实在太惊讶了 所以我马上就发这个视频 我想知道大家城市的这些 如果被封闭管控的单元 或者是这些居民 这个生活物资是需要自己购买 还是说有免费配送的 一定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太好奇了 特别好奇 十分好奇 对于我这个隔离人来说 我真的 我太羡慕你们了 浙江人民 你一定要珍惜你们现有的生活 好了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啊 今天就聊这么多 带着我的问题 你们一定要留言啊 一定 拜拜 拜拜